就在10月7日以哈冲突周年 各地举办纪念活动之际 以色列又对黎巴嫩首都南部郊区 发动最新一波轰炸行动 6日当天双炸加萨北部以及黎巴嫩南部 其中加萨一所清真寺 以及一所学校庇护所被轰炸 至少造成二十四个人死亡 九十三个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才要求百姓撤离 贝鲁特南部真主党据点 没多久就发动数次袭击 十月七号是以哈冲突 滿周年 全球均有相关活动 尤其以色列更是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六号分别轰炸加萨与黎巴嫩南部 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加萨北部战斗中 有数名士兵受伤 而加萨一座清真寺遭袭 并有重大死伤 攻击之前 以色列要求所有百姓 完全撤出加萨 军方从空中投下传单 提醒这些地区是危险的战斗区 不过根据估算 还有三十万人仍留在被严重破坏的北部地区 约一百万人逃往南部 没多久以色列军方继续发声明 表示又发现数枚飞弹从加萨北部进入到以色列领土 而在以色列南部皮十八市则发生公车站枪击案 一名女警死亡 当局将其视为恐怖攻击 而在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达西也不断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表示这里是真主党据点之一 黎巴嫩国营媒体报道遭到三十多次袭击 目标包括通往贝鲁特机场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上的一处加油站 以及一个医疗用品仓库 有些袭击引发一连串爆炸 显示可能打中的是弹药库 相关袭击造成百姓重大死伤 也是自九月二十三号以来最严厉的轰炸 以色列军方表示自家领土也正遭空袭 有约一百三十枚飞弹打过来 部分遭到拦截 真主党表示成功的把以色列北部一群士兵当目标 发射大量飞弹并精准击中